葛汉林甩了甩脑袋 看着对面视频里的林飞雪 脑子待机了好久才反应过来 你 你是林飞雪 19岁就拿了影后的林飞雪 葛汉林惊讶道 没错 就是我 林飞雪得意地笑道 你 你 你怎么会 葛汉林惊喜地说不出话来 小美女 你愿不愿意加入我的工作室啊 我可以保证 给你最好的资源 让你成为下一个影后 林飞雪笑道 啊 葛汉林一脸惊愕 楚软软把手机拿了过来 把认识林飞雪的过程说了一遍 葛汉林忍不住嘖嘖赞叹 软软 你这运气的逆天了吧 坐个飞机都能遇到大明星 你想不想加入他的工作室啊 楚软软问道 我可以吗 我可没学过表演啊 葛汉林说道 没关系 我可以先给你安排综艺试试 等你的名气打响了 就可以试着演戏 我会给你请表演老师的 不用担心这个 林飞雪说道 那我可以试试 葛汉林笑道 等我这部戏拍完就去找你 等着结交 林飞雪笑道 挂了视频电话后 葛汉林就迫不及待地 把这个消息分享给田语员了 林飞雪放在心肩上的大事 也总算是有了着落 为了感谢你们帮我 这是我的快艇 你们可以坐着他去星云湖兜风 林飞雪递给楚软软一个钥匙 但随后又反应过来 你们会开快艇吗 当然会了 楚七拿过钥匙递给宁语 他们本来还想去租一个快艇 去湖上兜风呢 现在有人免了租金 他们当然乐意 飞雪 场景打好了 可以开拍了 导演 我准备好了 可以开拍了 行 快点开始吧 林飞雪和导演离开拍摄去了 楚软软他们也乘上快艇 出发去湖面上游玩了 宁语开着快艇及时在湖中 微凉的海风吹在身上 带着一丝咸咸的味道 楚软软和楚琪都躺在椅子上 仰望着天空 软软 喝不喝饮料 楚琪递给楚软软一瓶果汁 谢谢姐 楚软软鞋已在快艇上 喝着饮料欣赏着美景 偶尔看见几条鱼快速游过 大黑化作圆形 趴在两人中间 自觉地荡肉垫子 真舒服 楚软软满足地笑道 我们再往前去一点 就要回去了 这快艇燃料不够了 宁语说道 好 宁语调转快艇 正准备回去 原本高高挂起的太阳 忽然隐没在云层中 天空一下子暗了下来 奇怪 钢天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乌云就下来了 楚琪醋没到 楚软软拿出手机 看了看天气预报 天气预报说 等会儿要下大暴雨了 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那你们坐稳了 我们尽快回去 说着 宁语就加快了速度 没等他们开出去多远 天空忽然传来雷鸣声 紧接着暴雨倾盆下 黄蜂呼啸起来 湖面也开始激荡起来 浪花猛然卷起重重地 拍打在快艇上 怎么回事 一个湖怎么打这么大的浪 宁语拿着自己的衣服 给楚软软挡着雨 自己则是和宁语一起 控制着快艇的方向 这雨怎么说下就下 楚软软和楚奇还有大黑 两人一狗抱在一起 快艇在大海中 如一片落叶般 无力地随着浪起伏 狂风暴雨间 楚软软费力地睁着眼 看着不远处的湖面 瞳孔渐缩紧了 快 快走 那儿有漩涡 宁语和宁轩也发现了 快艇正被浪花往那漩涡里卷 连忙加快了快艇的速度 虽然不知道 一个湖怎么会卷起那么大的漩涡的 但在水里遇到漩涡 如果逆行 就相当于把所有人的命都葬送出去 他们必须借着漩涡的离心力 才有可能冲出去 抓好快艇 宁语大喊一声 然后把快艇的速度加到最快 加上漩涡的速度 小小的快艇在漩涡里转了两圈后 就被甩了出去 整个快艇都被浪花淹没了 上面的四个人 一条狗也被卷进了湖里 父亲的笔记 过了好久后 快艇从海面浮了起来 宁语带着楚奇从海里面浮上来 宁轩 软软 大黑 楚奇焦急地大喊着 没多大一会儿 宁轩和楚软软 就从快艇底下游了出来 大黑也用他飞快的狗袍式 涌姿游向他们 姐 大哥 你们没事吧 楚软软急忙问道 没事 快上去 大黑先是扒拉着快艇翻了上去 然后咬着楚软软的袖子 把他拉了上去 很快 四个人一只狗都回到了快艇上 宁语和宁轩 连忙试着重启快艇 快艇还能用 宁语庆幸道 宁轩看了看四周 他们早就不知道被浪拍到哪去了 整个湖面好像也变得陌生起来 四周都看不到边际 快艇上的指南针也坏了 他们现在根本不知道往哪开 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 第一就是在这儿等着 或许会有路过的船只 第二就是随便找个方向开 或许我们能找到岸边 宁语说道 楚软软看了看四周 暴雨还在继续 他们还没有脱离漩涡的范围 在原地等着 根本不现实 楚软软看向楚奇道 姐 爷爷教过你童心挂吗 楚奇点点头 随后双手结印 血脉之心 同气相连 断疾补胸 可循生路 楚软软咬破指尖 在楚奇绘制的阵法上点上鲜血 血红色的纹路 让阵法愈发清晰了 片刻后 阵法中间正对着他们左侧的地方 亮起红光 大哥 跟着红光指引的方向走 楚软软说道 好 宁语立即启动快艇 跟着红光一路急迟 大概半个小时后 一座海岛出现在前面 而快艇的油也即将耗尽了 楚软软和楚奇 这才受了响起 宁语把快艇停在了海边 用绳子拴在一个大石头上 确定他不会被海浪卷走后 才适宜其他人下来 此时鱼已经小了 但他们四个人身上都湿透了 必须尽快找地方生活烤干 楚软软从包里扒出纸人 让他进去探路 软软 你这包可真行 我们都湿透了 里面的符纸居然没事 楚奇笑道 这可是我特意定制的防水包 就是为了防止它进水 楚软软笑道 很快 指人就回来了 指人说 前面有个竹屋 很安全 我们快过去吧 楚软软说道 好 四人一狗顶着芭蕉叶 冒着雨 一路小跑到竹屋里 竹屋很老旧 里面都是灰尘 但好在没有漏雨 屋里面有桌子 还有一张床 像是曾经有人住过的样子 这海岛竟然还有竹屋 说明我们离岸边也不远吗 楚奇说道 不管远不远 手机没信号 都是白夏 楚软软从自己的防水小包里 掏出他们现在唯一能用的手机 发现在举高的时候 信号忽然出现了一点 但紧接着就没了 按理说 我们离岸边也没有特别远 这里应该是有什么东西 影响手机信号 宁轩拿着手机 四处寻找了一下 但那四微弱的信号 再也没有出现了 先别管信号不信号的了 赶紧把衣服烤干 省得等会感冒了 说着 楚奇就从竹屋的角落里 扒出一个老旧的火炉 还有几块木炭 用火符点燃了 把自己的衣服 放在上面烤着 大黑在门口抖了抖身上的毛 然后趴在火炉边上 舔尸着自己的爪子 哥 我们是 开着灵飞雪的快艇出来的 他发现 我们不见了 肯定会让人来找我们的 楚软软说道 宁轩这才放下了手机 把楚软软身上的外套 宁干架在火炉上面烤了起来 楚软软拖着腮 郁闷地 看着炉子里的火光探道 怎么每次我出来 都没什么好事啊 楚奇听到这话扑斥一笑 爷爷不是说了吗 你命格特殊 可能就是这么个特殊法吧 楚软软颇为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这辈子注定了多在多那 雨很快就停了 四人的衣服也烤干了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楚软软的肚子 很不争气地叫了 大黑立马抬头看了一眼楚软软 然后来到主屋的床边 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大箱子 主人 这里 吃的 楚软软他们连忙走过去 打开箱子 就看见一箱子的压缩饼干 还有腊肉和大米 这里竟然有这么多食物 楚软软拿出刀 切开腊肉的表皮 发现除了外面发霉变质之外 里面的肉仍是好的 压缩饼干和大米 也都是封存完好的 没有变质 看这箱子 像是十年前的东西 没想到十年过去了 这里居然还有食物能吃 宁宇惊讶道 或许是进行海洋研究的人员留下的吧 只要他没毒 应该就能吃 楚软软撕开一袋压缩饼干 确定他没事后 就递给了宁轩 宁宇看了看旁边 然后拿起一口 已经满是灰尘的锅 又把大米和腊肉拿了过去 这里条件有限 给你们做炖腊肉粥吧 宁宇笑道 食物被拿了出来 箱子底下去没空 似乎放了个笔记本 居然还有个笔记本 楚软软把本子拿了出来 刚要打开 就被楚七抢了过去 姐 怎么了 楚软软疑惑道 楚七瞪大了眼睛 惊讶地看着那本笔记本 然后连忙翻开 一张照片飘落下来 楚软软将照片捡起来 在看到上面的人时 楚软软也震惊了 他们是 爸爸 妈妈 楚七惊讶地泥喃道 照片上的一男一女 正是消失已久的 楚十三和简灵 不同于楚七那张照片上的他们 这张照片上的他们 更加苍老 头发的白发也十分清晰 楚七连忙翻开笔记本 跟他小时候见到的一样 笔记本上记着爸爸 对于像术口诀的研究心得 当年他看见的时候 笔记本才写了一半 现在这本笔记 已经快要用完了 楚七把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 上面不是研究心得 而是他们的爸爸写给他们的信 小齐 软软 我想命运的齿轮 终有一天会把你们带到这里的 这本笔记上 记录了很多秘密信息 请务必收好它 爸爸妈妈永远爱你们 腾壶成精了 楚七连忙将日记翻开到前面 因为时间太久了 纸张虽然还完整 但自己已经退化了些 爸爸写的 都是些像术研究的心得 那他说的重要的秘密是什么 楚软软疑惑道 楚七仔细地翻看着 好久后也没看出什么来 爸爸这么说 肯定有他的用意 我们回去之后再研究 楚七说道 宁宇走过来 搂着楚七的肩膀道 先去吃点东西吧 吃饱了才有力气去想啊 楚软软刚一回头 却发现 宁轩和大黑不见了 哥 和大黑呢 楚软软问道 他们去木屋附近探路去了 这里连食物都有 说不定会有别的东西呢 宁宇刚说完 宁轩和大黑就跑了进来 神情焦急 你们快跟我来 我们在那边找到了地窖 地窖里有一具尸体 什么 楚软软和楚七顿时大惊 一个不好的想法 出现在脑海中 两人立即跑出去 地窖就在木屋旁边 楚软软和楚七下去后 就急忙跑向那具尸体 历经多年 尸体已经干瘪了 从骨骼来看 应该是个男人 干尸呈直立状 两手掐着自己的脖子 嘴巴张得很大 仿佛死前经历了 什么特别惊恐的事情 楚七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用手量了一下干尸的身高 大概1米75 他的父亲有1米83 这具干尸不是他的父亲 楚七顿时松了口气 向着楚软软摇摇头 楚软软也松了口气 一屁股坐到地上 两人相视一眼 齐齐露出轻松的笑容 宁轩和宁宇 连忙将两人扶起来 不是岳父就好 宁轩笑道 楚软软听到这个称呼 暗戳戳掐了一下宁轩的腰 叫谁岳父呢 我还没嫁给你呢 反正迟早都得叫的 现在先练练 顺顺口 宁轩笑道 楚七扑斥一笑 看着宁宇道 瞧人家宁轩多上道 你怎么就不学学呢 宁宇蹭了蹭楚七的脸笑道 他那是不能叫老婆 所以才过过嘴瘾 我学他干嘛 楚七红着脸 瞠怒地瞪了一眼宁宇 先把这具干事抬上去吧 等回去之后 看看他到底是谁 楚软软说道 宁轩走到一边 拎起两桶机油 这里有燃料 反正雨也不下了 我们先把快艇燃料 加满去附近 看看再说 好 宁宇很快就把快艇的油加满了 确定他能启动后 才松了口气 楚软软和楚七 正在研究那具干事 忽然脚底下传来波动 怎么回事 姐 你有没有觉得 这座岛好像在晃动啊 楚软软蹭没到 好像是有一点 楚七点点头 等两人仔细感觉时 那晃动又没有了 可能是没站稳吧 天快黑了 我们回木屋去 楚软软说道 好 宁宇和宁轩 把干事用不过了 扔到快艇上后 就一起回了木屋 夜里 湖面上再次刮起了大风 半睡半醒间的楚软软 似乎看见什么东西 在木屋外一闪而过 谁 楚软软一声喊叫 其他三人都被惊醒了 软软 怎么了 刚我看见外面 好像有什么东西过去 楚软软说道 宁轩小心翼翼地推开门 外面漆黑一片 木屋里微弱的烛光 也就只能勉强照亮 外面什么都没有啊 软软 你是不是太过紧张了 要不要姐姐唱首歌哄你睡觉 楚七开玩笑道 宁宇倾壳一声 还是别了吧 你一唱歌 我们恐怕都别想睡了 楚七完了宁宇一眼威胁道 我唱歌很难听吗 不 不算难听 宁宇只能干笑道 姐 你就别威胁大哥 你自己唱歌什么水平 心里没点数吗 楚软软笑道 楚七瞪了一眼楚软软 然后物字闭上眼睛睡觉去了 宁轩将楚软软搂进怀里轻声道 快睡吧 楚软软太累了 不知不觉又睡了过去 半夜里 一阵嘻嘻嘻嘻的声音传来 正趴在地上酣睡的大黑 忽然狂叫出声 望 望 四人顿时被惊醒了 木屋里的蜡烛已经熄灭了 借着月光 四人看见地面上 好像多了一层密密麻麻的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楚软软连忙打开手机的手电筒 灯光一照 地面上的那些黑色点点 竟然是一个个藤壶 他们形成了包围圈 将它们包围在里面 似乎很快就要攻击他们似的 忽然 楚软软感觉小腿上传来刺痛 低头一看 一个藤壶不知道什么时候 趴在了他的小腿上 楚软软立即伸手 想把他揪下来 可一碰到藤壶 小腿上就传来钻心的疼痛 那藤壶里 似乎有无数根刺 已经没入了他的骨头 一扯就会带动骨头 这些藤壶会寄生人体的 快走 楚软软咬牙道 楚奇抛出三张火符 从那些藤壶中打开一条路 四人这才迅速撤离木屋 刚走出门外 四人就情不自禁打了个哆嗦 只见无数的藤壶 密密麻麻地躺在海岸边 他们的快艇也被爬满了 大黑化作人形 纵身一跃跳到那些藤壶中 属于千年大妖的气势散发出来 大黑仰天长笑一声 那些藤壶竟然开始瑟瑟发抖 大黑一爪子拍到地上 那些藤壶跟长了腿似的 立即四散开来 主人 快过来 大黑冲着楚软软喊道 楚软软他们连忙跑过去 等所有的藤壶退去后 楚奇立马检查 楚软软腿上的伤 这些藤壶是成精了吗 怎么还会寄生人体 楚奇拔出刀 正准备把那只藤壶撬开 大黑连忙阻止了他 大黑呲牙咧嘴地 冲着那只藤壶叫了几声 那藤壶似乎被吓到了 又往楚软软肉里钻了几分 楚软软腾的浑身一颤 大黑怒了 给我 滚出来 那藤壶像是听懂了大黑的话一样 慢慢慢慢地 从楚软软的小腿里往外挪 随着藤壶的挪动 他们清晰地看见 两根和头发丝 差不多的红色触角 从楚软软的小腿里钻出来 见他冒出来差不多了 楚七正要动手把他拔出来 大黑连忙阻止了他 别动 毁流根在里面 破旧轮船 楚七连忙助手 胶着地等着那只藤壶 慢慢退出来 很快 藤壶的触角 就从肉里面全出来了 楚七看准时机 拿出一道火符 将它卷起来扔到地上 同时大黑一爪子拍上去 将那只藤壶拍得吸碎 楚软软的小腿上 留下两个针眼大小的伤口 大黑心疼地蹭了蹭 很快 那两个针眼大小的伤口也没了 软软 怎么样 还疼不疼 宁轩急忙问道 楚软软摇摇头 没事了 这些藤壶怎么跟成精了一样 全还会吸人血 楚七醋没到 它们的确是成精了 只是按理说像藤壶这么低端的生物 很难会修炼成精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大一片藤壶精呢 楚软软疑惑道 话音刚落 脚底下的海岛猛然震动了一下 这次的感觉比白天的清晰太多了 怎么回事 这座岛好像动了 楚软软惊讶道 下一秒 整个海岛剧烈晃动起来 而且似乎在慢慢升高 看着远处逐渐被拖起来的快艇 四人一狗连忙跑过去 快上去 宁宇急忙解开绕在大石头上的绳子 然后跳到快艇上 等所有人都上去后 宁轩立即启动快艇 迅速往远处击持 等游出去几百米后 楚软软连忙道 大哥 停一下 宁宇立即停下来 一回头就看见刚才的那座海岛竟然开始抖动 上面的花草树木石头都被抖进了海里 慢慢地 海岛的原貌露了出来 竟然是一个巨大的龟壳 一只海龟的头从海里慢慢抬起来 他似乎是刚醒来 还张大嘴巴打了个哈欠 这么大龟精 怎么会跑到这淡水湖里 楚软软惊一道 巨型海龟的背上爬满了藤壶 海龟痛苦地嘶吼着 大哥 我们往回去一点 楚软软说道 宁宇看着那只巨型海龟咽了口唾目 软软 你确定吗 他一口口就能把我们吞了 他没有恶意 只是想让我们帮他 大黑说道 宁宇这才把快艇网回开 海龟看见他们回来 眼中露出希望 人类 救救我 我可以带你们出去 海龟开口道 楚软软看着海龟身上密密麻麻的藤壶 只觉得密集恐惧症都要犯了 大黑 这藤壶怕你 就靠你了 楚软软拍着大黑的脑袋说道 大黑得意地昂首 然后示意海龟低下头来 海龟乖乖地低下头 让大黑借着他的脑袋跳到背上 大黑化作人形 憋足了近仰天大吼一声 藤壶是水系的金怪 他们天生就能寄生海龟 但对大黑这种实力强的陆地生物 完全没有抵抗力 大黑这么一嚎 藤壶立即开始松动了 这些藤壶是在海龟沉睡时寄生到上面的 因为吸了海龟的晶圆 所以才会变异成金怪 没过多久 藤壶就从海龟身上掉了下去 海龟感觉自己的身体轻松起来 渐渐露出了人性化的笑容 谢谢你们 大海龟 你怎么会在这里 楚软软问道 这里是我的家 我当然在这里了 大海龟说道 你是海龟 你的家怎么会在一片淡水湖 楚软软疑惑道 这里可不是淡水湖 而是天海 我是海中郁郁的唯一一只神龟 大海龟说道 天海 四人都惊讶了 他们不是在星云湖游玩吗 怎么跑天海来了 我想你们应该是误闯了时空门进来的 很多年前 这里来了一群人类 他们在这儿筑起了时空门 还开进来一艘好大的船 之后我被这些可恶的小玩意儿寄生 难受得很 也无力再动 便干脆在海中沉睡了 等我醒来时 看见的就是你们 大海龟说道 难道星云湖里的那个漩涡 就是时空门 楚旗簇到 海龟先生 那你知不知道 那些人类在这儿是做什么的 楚软软问道 这个我不知道 但他们的船没开走 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 大海龟说道 你不是沉睡了吗 怎么知道船没开走 宁轩簇簇到 大海龟看着他们背后道 那船就在那 我的势力可比你们好 那上面还有人吗 楚软软急切问道 应该没有吧 我没感觉到有人的气血 大海龟说道 楚软软有些失落 如果船上有人说不定 他们就可以知道 爸爸妈妈的消息了 楚旗拉着楚软软的手安慰道 船上说不定 有什么可靠的消息呢 我们去看看也好 嗯 为了省点油 楚软软他们 把快艇系在了 大海龟的尾巴上 享受了一次免费海龟行 大概半个小时后 一艘巨型轮船 就出现在眼前 大黑站在快艇上 把楚软软他们一个一个拉上去 有大黑在 我和小四的作用都变小了 宁宇笑道 大黑得意地叫唤了两声 轮船已经十分破旧了 历经十年还没沉下去 已经足以说明 这艘轮船质量有多好 四个人举着蜡烛 整个甲板都被照亮了 在看见船上的情况后 四个人的心 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甲板上有一些脱拽的血迹 四处都是滴落喷溅的鲜血 可以想象到这里 曾经经过了 怎样一场血性的屠杀 楚软软用手机拍了下来 准备留作证据 下山尸体趴在操作台上 一只手还紧紧握着操作杆 他的背后还插着一把 已经生锈的刀 刀刃卡在两根肋骨之间 刀尖刺进了心脏部位 很显然 是在开船的时候 被人从后面用刀筒死的 楚奇在地上发现了驾驶员的包 包里没有身份信息 但却有个样式老旧的发卡 这个发卡应该是个线索 楚奇把它放进了自己的包里 除此之外 包里还有一张 已经十分模糊的照片 上面的人脸 已经几乎看不清楚了 楚奇同样也把它收了起来 楚软软和宁轩进了船舱查看 里面也到处都是血迹 只是尸骨都没了 哥 你觉不觉得有点像毁尸灭迹啊 楚软软说道 这些人应该是因为知道了什么事 所以才被灭口的 不然一次性杀这么多人 实在不合理 宁轩说道 这会不会跟我爸在笔记本里 说的那些秘密信息有关 楚软软猜测道 他们同时出现在这里 应该是有关的 我们再找找看 说不定会有别的东西 出去 说着 宁轩和楚软软就举着蜡烛往里面去 忽然 船舱顶部的箱子里 传来嘎当一声 两人瞬间戒备起来 楚软软和宁轩相视一眼 两人小心翼翼地 往前面一点一点地走 宁轩示意楚软软退后 自己伸手慢慢地打开箱子 只听啪哒一声 一只干枯的人手掉了出来 宁轩也被吓了一跳 连忙拉着楚软软后退几步 一具干尸从箱子滚了出来 他的手里还抱着一张 被烧了一半的资料 楚软软走过去把资料拿起来 纸张被烧了一半 剩下的信息已经不多了 冥王将士 地府 资料上总共就找到这么一句话 剩下的都是些复杂的图案 楚软软不经猝眉 冥王 地府 难不成又是鬼怪作祟 软软 你看这个图案是不是很熟悉 宁轩问道 楚软软看着其中一个图案 思索片刻后便惊讶到 是在西陵山景区 进入竹笼空间的那次发现的图案 没错 这里还有很多别的图案 应该不止那一股幕后黑手 在针对我们 宁轩猝眉道 楚软软把那些图案 都一一拍了下来留存 这时 甲板上传来一声惊呼 是楚琪的 宁轩和楚软软连忙跑过去 却见甲板上破了一个洞 楚琪一只腿正好卡里面了 宁宇连忙把楚琪腿附近的木板敲断 把他的腿拯救出来 姐 没事吧 楚软软连忙道 楚琪摇摇头 看着自己腿上被划开的几道口子 皱紧了眉头 这船也太刺了 甲板都能碎了 疼死老娘了 楚琪咬牙道 楚软软连忙从包里 拿出消毒棉签 给楚琪把伤口消毒包扎起来 软软 你怎么包里还有这些东西 楚琪惊讶道 之前顺手塞包里的 没想到给你拍上用场了 楚软软笑道 你们看 这底下好像还有东西 宁轩盯着洞口说道 楚软软也往下看去 但里面太黑了 瞬间愣住了 楚琪和宁羽疑惑的过去 怎么了 里面有什么东西吗 你们自己看吧 楚软软把手机递给楚琪 楚琪皱着眉低头看去 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 底下的情况尽收眼底 楚琪和宁轩的脸 瞬间变得惨白 只见船底下无数的人骨堆积成山 有成年人也有孩子 即使看过了无数狮山血海 在看到这这么多尸骨时 他们还是忍不住毛骨悚然 这么多尸体 是船上的人吗 宁羽醋没到 楚软软摇摇头 应该不是 这些人骨腐化程度不一样 死的时间也不一样 这船上的人 都是在同一天被杀的 而且 他们的尸体 应该都沉入海底了 究竟是为了什么 要杀这么多人 楚琪咬牙怒道 楚软软把找到的资料 递给楚琪 上面说了什么名王 地府 等回去之后 还得问问轮转王叔叔 先回去吧 宁羽说道 楚软软将底下的情况 同样拍了照片 在检查完整搜轮船后 四个人一只狗 就回了游艇上 大海龟带着他们一路直行 等天快亮的时候 楚软软就看见了 天边那道若隐若现的门 往前走吧 出口就在前面 大海龟说道 谢谢 楚软软他们到了声线 然后启动快艇离开了 当穿过那道门时 楚软软感觉周围的空间 好像发生了扭转 眼前一黑后 原本一望无际的大海 就变回了原本平静的湖泊 小警官 这里 远处的一艘救援船上 林飞雪不停地向他们挥手 宁宇立即调转快艇过去 小警官 你们去哪了 一夜没回来 吓死我了 林飞雪焦急道 昨晚快艇没游了 我们也不知道 飘到什么地方去了 今天一早就看到你们了 楚软软说道 林飞雪重重地松了口气 你们没事就好 要是出事了 我这罪过可就大了 这也怪我 快艇忘了加油 也没告诉你们 没事 只要赶紧让我们洗个热水澡就行了 楚七说道 我们这就回去 林飞雪连忙道 不到半个小时 救援船就靠岸了 累了一夜的四人一狗回到酒店 舒舒服服地泡了个澡后 一觉睡到了下午两点 小警官 你们还在睡吗 林飞雪一边敲着门 一边喊道 楚软软伸了个懒腰 又把宁宇拽了起来 哥 开门去 宁宇也刚从睡梦中醒来 还一脸懵圈呢 就被楚软软命令去开门 无奈的他也只能听命跑去开门了 宁宇一打开门 就看见林飞雪站在门口 起床气爆棚的他 不耐烦的醋眉 有事吗 林飞雪看着头发凌乱 穿着睡衣 睡眼朦胧还摔乍天的宁宣 眼睛都快冒粉红泡泡了 宁小帅哥 要不要考虑进姐姐的公司啊 林飞雪招人都招模争了 看见长得帅的就忍不住拉拢 谁知宁宣一听他这话 直接砰的一下把门摔上了 林飞雪一脸猛逼 他这事又被嫌弃了 宁宣闷着气回到房间 再次钻进被窝里 把楚软软抱进怀里 谁啊 楚软软问道 林飞雪 管他做什么 再睡会儿吧 宁宣将脸埋在被窝里 楚软软有些好笑的 捏了捏宁宣的脸颊 这都下午两点了 还睡啊 昨夜里没敢合眼 乖 再陪我睡会儿 宁宣柔声道 楚软软笑了笑 松开宁宣的脸窝在他怀里抱起手机 把在天海中发生的事情 都告诉了轮转王 此刻正和黑袍鬼将 躺在树上吃着章鱼小丸子 喝着奶茶的轮转王 哪里会注意到手机的响动 你说现在这人类发展挺快啊 像我们那个时候 哪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轮转王笑道 我们那个时候 好东西都被皇室攥在手里呢 哪轮得着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吃啊 黑袍鬼将笑道 轮转王笑了笑 把手里的章鱼小丸子扔进嘴里 再要去拿时 却发现袋子里早就空了 羊肉火锅 怎么又吃完了 这玩意儿也太不惊吃了 轮转王叹了口气 然后不知道从哪儿 便出一个苹果 来丢给黑袍鬼将 再吃点 等会儿我们要办正事呢 轮转王细血地笑道 看着轮转王的眼神 黑袍鬼将脸颊微红 有些磕半道 有什么正事 轮转王身形一闪 回到树上 把脸凑近了笑道 咱俩还能有什么正事 黑袍鬼将瞪了一眼轮转王 大白天的 你想什么呢 前日寻到一只厉鬼作恶 咱们不得去把他收了吗 轮转王笑道 啊 什么 黑袍鬼将一愣 这难道不是正事吗 轮转王笑道 黑袍鬼将的脸 蹭得一下又红了 继而怒道 是是是 你的事 哪一件不是正事 怎么 你刚刚是不是在想 轮转王话还没说完 黑袍鬼将 就用吃剩的半个苹果 把他的嘴堵住了 想你个大头鬼啊 赶紧走了 轮转王笑着 把那剩下的半个苹果 连果核一起吃了下去 正要出发时 就看见自己的手机亮着 咦 软软这丫头 又发了什么消息来 轮转王打开微信 在看见楚软软 发给他的那些照片后 神色逐渐冷了下来 该死 轮转王咬牙道 怎么了 那些人居然早已经开始行动了 就这么等不及吗 轮转王愤怒道 黑袍鬼将看了一眼那些信息 也同样聪明道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去轰了他们的大本鹰 总能消停一阵 轮转王冷声道 黑袍鬼将点点头 然后和轮转王一起消失在原地 这边 楚软软在宁轩怀里 又不知不觉 瞇了一个小时 等他醒来时 就看见轮转王给他回了一个消息 这是交给我了 楚软软撇撇嘴 将手机丢在一边 哥 已经三点多了 我饿了 楚软软说道 宁轩早就醒了 听到楚软软说 饿了立即起床 想吃什么 宁轩问道 去问问姐姐和大哥他们吧 楚软软说道 好 宁宇和楚琪 没有他们睡得这么久 两人早就起来了 去吃羊肉火锅吧 楚琪一个消息 就勾起了楚软软肚子里的蝉虫 四个人立即出发 带上了大黑 去了火锅店 大黑现在已经可以自由 缩小体型了 看起来就像普通的大型狗狗 这个时候 火锅店几乎都没开张呢 楚软软他们 只能先在底下逛街 顺便拿点小吃 垫垫肚子 主人 我还要 大黑吃了十几个鲜花饼了 可还是不停地 蹭着楚软软的手要吃的 噓 大黑 在外面不可以说人话 会吓着别人的 楚软软连忙道 大黑点点头 目光就没从楚软软手里的鲜花饼上离开 这个太甜了 吃多了牙会疼的 给你块排骨 楚软软拿了一块排骨 放到大黑嘴边 大黑不情不愿地吃下去 堂堂一只狼狗 不喜欢吃肉和骨头 喜欢吃鲜花饼 大黑 你有点当狼狗的自觉性好不好 楚软软无奈道 软软 再给大黑一块吧 他肉吃多了 想吃点素的解解面 楚奇笑道 听到楚奇的话 又看了看大黑期待的眼神 楚软软只能再拿出一块鲜花饼递给他 这是最后一块了 不许再吃了 大黑连忙把鲜花饼叼进嘴里 葫芦吞枣一样咽了下去 现在已经五点了 火锅店应该已经开门了 我们去吧 宁语说道 期待已久的黑山羊火锅端上来的时候 本来已经被小吃填了个半饱的肚子 又感觉空了 先生 小姐 这可是本地正宗的黑山羊 肉质鲜嫩 而且还是带皮的 绝对肥而不腻 老板热情地说道 谢谢老板 火锅一开 那香味顿时扑边来 连刚对鲜花饼情有毒中的大黑也馋了 我们要不给大黑另外上一份吧 这一点都不够他赛牙缝的 楚琪说道 不用 大黑 变成人过来 楚软软招了招手 大黑就乖乖变成人坐了过去 楚软软把筷子递给大黑 既然已经能变成人了 那就得学一学当人的样子 试着用筷子吃饭 大黑握着筷子 学着楚软软的样子去夹菜 可怎么都夹不到 每次肉刚到筷子上就掉了下去 就跟在和他开玩笑似的 大黑脾气急了 直接把掉在桌子上的肉伸手抓起来 放进嘴里 大黑 别急 慢慢来 楚软软安慰道 主人 当人好难 大黑委屈地看着楚软软 楚软软有些好笑地 把筷子重新放在大黑的手里 人家精怪画形 都是历经天节九死一生 你画形是走了捷径的 很多东西 当然要自己去学啊 乖 再试试 大黑看着在锅里咕嘟嘟的肉片 又看了看手里的筷子 然后试着慢慢去夹它 别急 手指用力 慢慢地夹过来 楚软软耐心地说道 终于 在大黑的不懈努力下 一块肉被他夹到了嘴边 激动的大黑 也不管肉有多烫 直接塞进了嘴里 最后的结果 当然就是被烫得直吐舌头 也不舍得吐了 主人 成功了 大黑兴奋地妖功 大黑真棒 楚软软摸了摸大黑的脑袋 软软 快吃饭吧 肉 都要凉了 宁轩又加了一块肉 放到楚软软碗里 大黑见此 也试着加了一块肉 往楚软软碗里放 可还没等他 放到楚软软碗里 宁轩的死亡凝视就逼近了 那块他好不容易夹起来的肉 最后还是调转了方向 放到了宁轩碗里 给 给你 大黑表情略怂 宁轩的洁癖 让他嫌弃 除了楚软软以外的任何人 更别说大黑这只刚化型的大狼狗了 俗话说 狗改不了吃屎 大黑虽然没吃过 但他本质上还是只狗 宁轩沉默了一会儿后 就把那块肉夹起来 放进水里涮了涮 然后吃了下去 这是大黑第一次给别人夹东西 他如果不吃的话 准得让大黑难过 对于这个保护了 他媳妇这么多年的家人 宁轩可以说 把自己的底线 已经降得快接近极限了 篝火晚会 见宁轩吃了那块肉 大黑咧嘴一笑 除软软和宁语 也是十分震惊 以宁轩的洁癖程度 居然可以吃下大黑夹给他的肉 这简直是个奇迹 大黑还想给别人夹 除软软连忙阻止了他 大黑 你自己吃就好了 不用给我们夹了 大黑这才放弃夹菜 自己乖乖吃了起来 老板进来上菜的时候 看见包厢里忽然多了一个人 那只狗却不见了 不禁疑惑 这个小兄弟 什么时候进来的 刚那只大狗呢 嗯 除软软顿了一下就连忙到 狗出去散步去了 他是刚进来的 可能您再忙 没有注意 哦 那这些配菜 就给你们放这儿了 等里面肉吃完了 交一行我过来加汤涮菜 老板笑道 行 您先去忙吧 哎 好 有事叫我呀 老板又看了一眼大黑 也没多想就下去了 看来以后在外面 不能随便让大黑变成人了 楚软软说道 赶紧吃吧 吃完饭回去再睡一觉 楚奇笑道 这都睡一个下午了 我们不出去逛逛吗 楚软软说道 这儿还有地方适合 夜里逛的吗 楚奇问道 刚我们逛街的时候 好像听老街放说 晚上古城里有篝火晚会 看看去呗 楚奇当即拍板道 好 就这么决定了 吃饱了肚子 众人又齐刷刷地赶去古城 古城的夜晚比街上还要热闹 歌舞声不绝于耳 大黑恢复了原形 跟在楚软软身边像个守卫一样 妈妈 快看 大狗狗 一个稚嫩的童声传来 下一秒 大黑就感觉自己的脖子 被一个孩子抱住了 孩子的妈妈 牵着自家的萨摩耶走了过来 在看见大黑凶狠的模样后 连忙把自己的孩子拉了回来 你们六狗怎么不牵绳啊 万一咬着人怎么办 女孩的妈妈怒道 楚软软摸了摸大黑的脑袋道 大黑不咬人的 小姑娘 你养这么大狗 还是得牵根绳子的 不然等会儿叫保安看见了 要把你的狗抓走的 楚软软无奈地看着大黑 大黑也有狗链子 但楚软软不想拴着它 大黑 咱们现在不是在家里 要不还是牵一下吧 好不好 楚软软问道 大黑点点头 然后主动抬起脖子 让楚软软把绳子扣上 见大黑这么人心化的举动 女孩的妈妈也惊奇了 你这狗这么同人心啊 我说了 大黑很乖的 楚软软笑道 妈妈 这只大狗狗好棒 让它给萨萨当男朋友吧 女孩笑道 楚软软不禁瞪大了眼睛 这就是萨萨 大黑有些腼腆地 缩到楚软软身边 圆溜溜的狗眼 不时地撇向对面的萨摩耶 大黑 你还知道害羞呢 楚软软笑道 大黑又往楚软软身后缩了缩 但那只萨摩耶 却主动走向大黑 哇 大黑的春天要到了 楚奇一脸八卦的表情 女孩的妈妈 连忙把自家萨摩耶拉了回来 不好意思啊 童言无解 萨萨 快走了 在女孩妈妈的牵扯下 萨摩耶不情不愿地跟着主人离开了 大黑一脸的失望 大黑 你要不要去追 楚软软笑道 大黑摇摇头 萨萨的主人不喜欢我 我不想让萨萨为难 而且 萨萨也不能和我厮守终生 好吧 楚软软摸了摸大黑的脑袋 像大黑这样半腰半瘦的存在 找一个普通的狗狗 确实不太现实 不过大黑 如果真的喜欢 那他也会尽力帮忙的 大黑 别不开心了 我们去那看看漂亮小姐姐跳舞吧 楚软软笑道 夜晚的古城到处都是在歌在舞 穿着别具风味的民族服饰的姑娘们 在一堆篝火前 手拉着手跳舞 先生 小姐 云南特色民族饰品 要不要看看 路边的小贩卖力地吆喝着 楚软软看着那些满满民族风味的首饰 也是眼睛发亮 这个簪子不错 楚软软把自己的长发拢起来 用那根发簪固定好 整个人都松快起来 还想要什么吗 宁轩问道 那个蓝色手链也好看 楚软软笑道 宁轩立即把手链拿过来 给楚软软带上 还顺便给大黑也买了一个金色的项圈 不错 很有贵族狗的气质 宁轩笑道 大黑不需要金项圈 它也是高贵的大狼狗 楚软软远远地看见 远处似乎有一个卖民族服装的地方 连忙拉着宁轩他们过去 宁轩急忙扔下一张百元大钞 连找钱都没要 就被楚软软拉了过去 很快 楚软软和楚奇就换上了苗族服装 楚奇上身是藏青色的紧身衣 下身长款黑色白褶裙 上面绣着精致的花样 还配上了银钉装饰 净显妖娆身姿 楚软软则是选了一件 类似于汉服的脸体裙 鲜艳的红色 衬得他皮肤更加白皙 上面绣着的花纹 添了一丝俏皮 脖子上还配了一个银色的项圈 怎么样 好看吗 楚软软笑道 好看 宁轩温柔地笑道 阿哥 阿妹 来跳舞吧 一个女孩要去拉宁轩的手 被宁轩躲开了 女孩也没介意 直接拉上了楚软软的手 阿妹 来嘛 跳个舞向天神祈福 楚软软他们四个 被强行拉到了人群里 大黑也兴奋地钻了进去 绕着火堆欢快地奔跑 楚软软他们也随着众人 一起绕着火堆跳着舞 欢笑声不绝于耳 跳了好久后 楚软软他们都逃出了包围圈 难怪这些苗族小姐姐都这么瘦 这舞跳着也太累了吧 楚软软笑道 哪里是跳舞类 是我们都笑得没力气了 楚七说道 时间不早了 我们该回去了 宁语说道 楚软软看了看四周 疑惑道 大黑呢 刚说完 再歌再舞的主人瞬间停了 大黑的肺声从包围圈里传来 楚软软他们连忙跑过去 就看见大黑冲着那堆篝火狂吠 熊熊烈火中 一个人形物体在众人眼中逐渐清晰起来 篝火中的尸体 那是什么 不知道啊 怎么看着像个人呢 人 不会吧 篝火里面怎么会有人呢 围观的人议论纷纷 直到一只被烧得焦黑的手臂 从火堆里掉了出来 议论声戛然而止 好 好像真是人啊 杀人 杀人了 一声惊呼过后 围观的人吓得连连后退 这时 火堆里飘起一缕阴气 大黑纵身一跃 正准备把那缕阴魂咬下来 一股更为强大的阴气忽然而至 一下子把大黑击飞出去 大黑 楚软软连忙跑过去 看大黑的情况 大黑在草地上滚了一圈后 就爬了起来 没受什么伤 楚软软则是扔出符纸 企图将那只厉鬼抓住 但那只厉鬼跑得很快 符纸刚一出现 他就带着刚刚出现的阴魂消失了 软软 大黑怎么样 没受伤吧 楚软软忙问道 没有 这厉鬼什么来头 连你的符纸都能逃脱得了 楚软软猝没到 围观的人早就报了警 没过多久 当地的警察就来了 贺准一看见楚软软他们 顿时惊喜道 楚警官 怎么是你们 贺警官 闲话不多说 先把火扑了 把尸体弄出来吧 楚软软说道 好 贺准立即带着人 把篝火熄灭了 里面的焦尸 彻底暴露在眼前 焦尸整体呈蜷缩状 但他的右手向前伸直 似乎要抓什么东西 楚软软心中疑惑 却也没有想太多 然后就走到已经熄灭的篝火前检查 篝火是在一个木头堆砌起来的框架里面燃烧的 烧的都是木柴 这个人如果是在活着的时候 被扔进去的 应该会大声呼救 再不济也会弄翻木柴 让人发现他 可这个人除了整个人蜷缩起来 没有发出一丝声响 楚软软向贺准要了一副手套 将尸体的嘴掰开 舌头还在 四肢也健全 那就是药物作用了 贺警官 让你们的法医做个独立检测 看看他体内有没有药物 楚软软说道 是 楚警官 贺准连连点头 另一个警察看着楚软软 又小心翼翼地拽了下贺准低声道 贺队 这姑娘是谁啊 你怎么这么听她的话 少问这些跟你无关的事 快做事去 贺准赫赐道 是 贺对 贺准看向楚软软低声道 楚警官 这是该不会又是你们负责的事吧 楚软软轻笑 只要人死 就必定有阴魂 阴魂不化厉鬼 就是你们的事 要是化作厉鬼作乱 那就是我们的事了 那这个人有没有 贺准咽了口唾目 神色中还有些巨异 放心吧 厉鬼多会找害他的人报仇 你只要问心无愧 就不会有事的 楚软软笑道 贺准松了口气 谢谢楚警官 抓紧时间了解事情经过 把尸体运回警局 免得引起恐慌 是 是 我这就抓紧时间去办 楚软软又看了一眼那具尸体 然后就和宁轩他们回酒店去了 软软 这是咱们还管吗 楚奇问道 阴魂刚现身 那厉鬼就把他带走了 这是不是说明 那只厉鬼早就在这等着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 咱们还不得不管 楚软软促没到 时间不早了 有什么事 也等明天再说吧 宁语说道 楚软软伸了个懒腰 把大黑送回了他自己的房间 就洗了个澡 躺到了床上 打开手机 从早上轮转王回了一个消息后 到现在他们都没动静 楚软软越想越觉得不对 在天海中的那艘轮船 分明就是和他爸爸妈妈有关 轮转王却只看了看图片 就让他别管了 他肯定知道些什么 想来想去 楚软软决定发个视频过去 铃声响了几秒钟后 轮转王的大脸盘子 就出现在屏幕中 软丫头 什么事啊 虽然轮转王极力克制 但楚软软还是听出了他气息不稳 且脸色不大对劲 轮转王叔叔 你怎么了 楚软软急忙问道 没事 刚抄了一个鬼窝 有点累 轮转王说道 楚软软醋眉沉没了片刻后 便道 跟那艘轮船有关事吗 轮转王不再说话了 轮转王叔叔 你们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啊 楚软软急迫问道 丫头 有些事该你知道的时候才能知道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但告诉你 之后我就会在天遣下魂飞魄散 这样的话 你还想知道吗 轮转王笑道 楚软软一咽 然后连忙摇头 那你还是别告诉我了 轮转王扑斥一笑 别发愁了 有我们在 你会顺利平安地度过这一生 楚软软轻轻叹了口气 好吧 我们还有事 先挂了呀 轮转王刚说完就把视频挂了 楚软软烦躁地 把手机丢到一边去 而轮转王这边刚挂了电话 就皱紧眉头捂住了胸口 你怎么样 黑袍鬼将担忧道 没事 就是收了那些厉鬼 耗损太多了 轮转王柔声道 黑袍鬼将抬手将自己的阴气 缓缓堵入轮转王体内 你说说你 非得这么拼命干嘛 真当自己不会魂飞魄散 老子就是看不惯那些鬼的嚣张样 再说了 留着他们对地府也是个祸害 还不如趁早出了 轮转王说道 黑袍鬼将没有说话 而是继续给他疗伤 忽然 阎罗王出现在他们面前 帮忙把黑袍鬼将拉到身后 冷冷地看着他道 你来干什么 放心 我不是来抓他的 阎罗王看了一眼黑袍鬼将说道 听说你受伤了 我乖看看你 啊我不需要你家好心 事情发展成今天这个局面 其中不也有你一份功劳吗 轮转王讽刺道 轮转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 为什么还这么恨我 阎罗王猝没道 你想多了 我不是恨你 我是恨我自己 明知这天道不公 却无力去改变他 白叫帝君和软丫头 说这么久的苦 轮转王冷声道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阎罗王叹道 希望如此吧 轮转王冷声道 阎罗王拿出一颗红色的药丸 递给轮转王道 吃了吧 对你的伤有好处 轮转王看了他一眼 却没有接 阎罗王直接把药交给了黑袍鬼将 然后便消失了 再出意象 黑袍鬼将将药丸递给轮转王 轮转王却倔强地撇过头去 我不吃他的东西 他给我了 那就是我的东西了 你也不吃吗 黑袍鬼将笑道 轮转王斜眼看着黑袍鬼将道 那你喂我 黑袍鬼将轻笑一声 然后把药丸塞进轮转王嘴里 阎罗王他毕竟是你哥哥 你难道真打算和他一直这么僵持下去 他害你在夜火中受了这么久的苦 我怎么可能原谅他 轮转王冷声道 那若我原谅他了呢 黑袍鬼将说道 轮转王愣了一下 然后惊讶地看着黑袍鬼将 你原谅他了 除却当年入地府时 他没有让我见你 他没有别的值得我恨的 现在我们每日都在一起 我还有什么可恨他的呢 那也不行 就算你不恨他了 我也不想轻易原谅他 除却你的事 当年帝君和妖华之事 他也有参与 帝君对我有恩 而妖华更是你的救命恩人 他们一日不回 因果不结 我就没资格原谅他 轮转王说道 黑袍鬼将轻轻叹了口气 好吧 第二天 楚软软和宁轩是被贺准的电话吵醒的 喂 谁啊 楚软软闷声道 喂 楚警官 我是贺准啊 昨夜里那句交失出问题了 你快来看看吧 贺准焦急道 楚软软叹了口气 迷迷糊糊地坐起来 我知道了 说完 楚软软就把电话挂了 然后手机一丢 再次倒头睡了下去 八点的时候 楚软软才睁开眼 睡饱了觉 神清气爽地起来 连心情都变好了 他拿起手机 结果却看见了 贺准给他发来的十几个消息 还打了五六个电话 想起回龙觉之前的事 楚软软连忙把宁轩推行了 哥 快起来 咱们有大事办了 这次不到五分钟 楚软软就洗漱完毕 穿好了衣服 贺准给他发来的消息里 就包括一张胶湿的图片 图片上的胶湿 竟然全身军裂 像是被烤爆开的爆米花似的 鲜红腐烂的皮肉 都露在了外面 楚软软和宁轩收拾好后 就连忙喊上了 楚奇和宁语 还有大黑 一起去了警局 贺准等了一个多小时 才终于把楚软软他们盼来了 只见楚软软和楚奇一人 抱着一个鲁猪蹄帮啃的正香呢 贺警官 早啊 吃猪蹄吗 楚软软笑道 贺准一看那鲁的油亮通红的猪蹄 就想起了那胶湿爆出来的鲜红血肉 当即脸色一白 胃中翻涌 楚 楚警官 您还是待会儿再吃吧 赶紧和我去看看尸体吧 贺准说道 没问题 走吧 楚软软神色淡定 就算看见了那具胶湿的照片 这鲁猪蹄也吃得挺香 楚警官 您还是先把蹄膀放下吧 要不就吃完了再进去 不然等会儿 您可能会有些不适 贺准说道 没事 进去吧 楚软软一边说 还一边啃了一大口猪蹄吧 贺准见此 也只好带着楚软软进去了 解剖是用消毒水清扫过了 湿臭味并不浓 但摆在解剖台上的胶湿 确实恐怖异常 昨天胶湿还是成蜷缩状 一只手向前伸的样子 今天她的整个骨头都松散了 胶黑的皮肤炸开 就像是有什么东西 从她体内爆出来了一样 楚软软淡定地啃着猪蹄 看着胶湿 昨晚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 贺准有些惊计道 这个我也不知道 我们的法医检查完之后 就把尸体推进柜子里了 谁知道第二天一进解剖室 就闻到了一股腐臭味 我们以为是哪个柜子出了故障 就开始检查 结果就发现 它变成现在这样了 楚软软微微眯眸 凝神细看那胶湿 发现尸体的裂缝处 都散发着微弱的阴气 现在虽然是白天 但因为解剖室本来阴气就重 所以这些溢出来的阴气 还没有消散 知道死者的身份了吗 楚软软问道 已经查到了 死者名叫乌姬朗达 是苗族的人 家中只剩一个年迈的奶奶 已经通知了她过来认识 但这尸体已经交成这样 恐怕也认不出来了 贺准探道 有查到她是怎么被放进篝火里的吗 楚软软问道 昨晚问了篝火晚会的举办方 他们说篝火都是在前一天晚上搭好的 里面放的都是木柴 为了助燃 还浇了一点油上去 那木柴没烧的时候堆得很厚 如果真有人被塞到了里面 她不出声也不可能看见她的 搭建篝火堆不可能只有一个人 这个乌姬朗达肯定是后来被塞进去的 我让你们做的独立检测有没有做 贺准连连点头 做了 做了 技术科那边连夜出的报告 她根本没有被下药或者毒 楚软软顿时皱紧了眉头 没有下药 也没有中毒 那她被火烧的时候 为什么会不支声也不自救 会不会是被绑住了 或者天生就不能说话 明轩说道 楚软软看向贺准 贺准连忙道 没有 我问过认识她的人了 乌姬朗达很健康 语言功能健全 而且 就算是被绑住了 她也不可能完全动不了啊 沉默了一会儿后 楚软软冷声道 那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众人纷纷看向楚软软 楚软软指着干湿腹部 豁开的那个大口子道 很有可能是藏在她肚子里的东西 让她没有办法动它 楚姬拿起一边的镊子 把胶湿腹部的大口子扒开 在家里看看吧 或许会有发现 楚七说道 好 贺准带着楚软软四人 还有大黑来到了乌姬朗达的家里 乌姬朗达的奶奶 刚得知了孙子的死讯 她一时还没有接受 再加上那句交尸 根本认不清脸 所以老人家到现在都不肯相信 乌姬朗达的父母 在她年幼的时候 就因为一场意外死去了 全靠奶奶做些手工 拿去集市上 卖菜把乌姬朗达养活大 对于奶奶来说 乌姬朗达就是她活着的唯一希望 血骨 他们刚到乌姬朗达的家门口时 就看见乌姬朗达的奶奶 正坐在门口编织着工艺品 贺准轻轻叹了口气 奶奶 一看见贺准 老人家立即变得惊恐万分 你 你走开 快走 奶奶 我没有恶意的 只是想了解些情况而已 贺准连忙解释 可老人家怎么听得进去 拿起一边的扫帚 就开始驱赶贺准他们 见她这么激动 贺准也只能放弃了 不好意思啊 楚警官 乌姬朗达的奶奶 一时接受不了 我们要不改日再来吧 贺准说道 楚软软看向旁边的邻居 既然来了 怎么能空手回去呢 去问问邻居 说不定会有发现 好 邻居家的生活条件 明显比乌姬朗达家 好上太多了 房子都是新建的 院子里一个女人正在摘菜 见有人来了 连忙停下 你们是谁啊 你好 我是警局的 有些事情想问你 贺准说道 哦 你们是想问 关于乌姬朗达的事吧 女人说道 对 你和他们是邻居 应该知道些情况吧 女人点点头 然后往旁边瞧了一眼 低声招呼 喝准他们进来说话 乌姬朗达从小就和他奶奶相依为命 这祖孙俩日子虽然苦 但好歹也过得去 乌姬朗达这个人巴也挺好的 就是有点不务正业 一天到晚想着摆弄巫术 还在家里养了好些小虫子 我们看见过几回 说了他几句 他也不听 整天除了上集市去卖工艺品 就是进山里找虫子 他奶奶疼他 也没管 谁曾想后来真闹出了大事 他竟然把自己养的虫子 吞进了肚子里 还差点活不下去呢 什么样的虫子 楚软软疑惑到 就是些长得很奇怪的虫子 还会稀险呢 反正我看着不像是什么好东西 女人一脸的嫌弃 蛊虫 楚软软的脑海中 忽然冒出来这种东西 乌姬朗达的肚子 该不会就是被蛊虫钻破的吧 姐 那乌姬朗达吞了虫子之后 是怎么活下来的 楚奇问道 这个我也不知道 据说是他奶奶 找了村里的一个老乌姨 给他灌了什么药水 第二天他就好了 女人说道 乌姨 你们这儿还有乌姨 贺准惊讶道 嗨 说是乌姨 其实就是个会点偏方的老头子 有些老村民上山采药 被虫子咬了 或者中了毒 就会去找他要点偏方 现在都已经是新社会了 我们年轻人 都去镇上找大院看病去了 哪还会信他 也就那些老古董还信 楚软软细丝片刻便笑道 我们知道了 谢谢您 不客气 你们要是有事还来找我 我能帮忙的 一定帮 女人笑道 对了 我再多嘴问一句 昨天晚上 您最后一次看见乌姨朗达 是什么时候 楚软软问道 女人仔细想了想 然后道 应该是昨天下午 5点26 对 我刚从家出来 就看见他背着要楼往山上去了 5点26 记得这么清楚 楚软软疑惑地看着女人 女人眸光微闪笑道 是啊 我家孩子5点放学 他爸去接他 正好那个时候到家 我就顺带看了一眼时间 那你知道他上山干嘛去吗 楚软软问道 女人连连摇头笑道 自从他养了那些虫子后 我哪敢跟他说话 楚软软微微眯眸 随即便恢复了正常笑道 谢谢您了 那我们就先走了 诶 有事再来啊 从女人家里出去后 楚软软的笑容就消失了 软软 怎么了 楚琪低声问道 楚软软用余光瞥了一眼后面 女人还在门口 没有进去 噓 走远了再说 楚软软说道 等离开了村子 楚软软才说道 刚刚那个女人在说谎 什么 她看着 不像在说谎啊 贺准惊讶道 前面他说乌姬朗达的事情 没有说谎 但说到昨天下午 他见到乌姬朗达的时候 神情明显不对了 人在说谎的时候 会下意识地躲闪别人的目光 身体的一些掩饰的小动作 如果没有经过专业训练 根本藏不住 楚软软说道 这么说他和乌姬朗达的死有关 贺准猝眉道 楚软软摇摇头 不一定 他只是隐瞒了一些情况 杀人的事 他干不出来 那我们现在回去问他 说不定能找到凶手吗 贺准急忙道 楚软软无语地给了他一个白眼 你连点证据都没有 去问他他能说吗 那怎么办 贺准问道 找个人跟着他 我们这么一问他 肯定心虚 就等着他露出马脚吧 楚软说道 贺准这才反应过来 哦 我这就叫人 楚软软看向远处的深山 乌姬朗达除了家里 最经常去的地方就是那 那座山里面 会不会有线索呢 当天晚上 夜深时分 女人偷偷摸摸地溜了出去 远处一直盯着他的两个男人 连忙跟了上去 楚警官 那个女人往山里去了 贺准说道 我知道了 楚软软看着眼前 已经被他剖开来的胶尸 将从他肚子里 取出半截血红色的虫子尸体 放到一个瓶子里 真的是蛊虫啊 楚奇惊讶道 贺准看着那瓶子的虫子 有些嫌弃道 这是什么东西 血骨 骨石的苗浆邪术 楚软软说道 乌鸡朗达身体里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难不成他真的在练邪术啊 贺准猝没到 管他在练什么 人都死了 活也失踪了 先跟上那个女人 看看他到底隐瞒了 我们什么再说 楚软软说道 好 我这就去准备东西 很快 楚软软他们就来到了 白天见到的 那座深山里 楚警官 我们的人已经跟着 那个女人进去了 他们沿路做了标记 我们快跟上吧 贺准说道 嗯 楚软软他们四个人一只狗 在贺准的带领下 逐渐消失在茂密的树林里 诡异识相 不多久后 大黑冲着楚软软叫了一声 大黑 怎么了 大黑指着他们左边的方向 主人 那儿有人的味道 沿路留下的标记 是往前去的 那这深更半夜的 怎么有人在山里 去看看 楚软软立即往左边去 结果没走几步 就看见了旁边树叶上沾着的血 主人 是人血的味道 大黑说道 楚软软微微醋眉 看出血量应该伤口很大才是 怎么会就这么一点 忽然 宁语的声音传来 你们看上面 几人立即抬头 一个男人的尸体 被倒掉在树叉间 鲜血正是从他的身上落下来的 因为倒掉的时间太长 他的双眼冲血 猛然对视时 连楚软软都忍不住心惊 贺准看着那个男人 更是被吓得不轻 小 小涛 大黑 把人动下来 楚软软冷声道 大黑立即纵身 三两下就爬到了树上 吊住那个男人 将他带了下来 小涛的心脏部位 被掏了的大口子 心已经没了 怎么可能活着 贺准连忙扶起小涛 不死心地颤抖着 试了一下鼻息 在确定眼前的兄弟 真的死了之后 眼泪再也忍不住落了下来 兄弟 对不起 贺准颤抖着说道 贺警官 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 和他一起的 还有个人没找到呢 楚软软说道 听到这话 贺准立即把小涛的尸体放下 对 还有老马呢 他可千万不能再出事了 贺准咬牙道 几人顺着原来的标记 继续往前走 忽然 细微的声音传入耳朵 众人相视一眼 顺着声音走过去 就看见两根石柱子 柱子上被藤蔓缠绕 茂密的绿植垂下来 形成了一道门帘 主人 那里有人 大黑说道 几人小心翼翼地靠过去 拔开绿植 就看见一座三人高的石像 石像前还跪着一个女人 正嘀嘀咕咕地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这个女人正是小涛和老马跟踪的人 喂 你在干嘛 老马呢 贺准大声道 拿出手枪做警惕姿态 慢慢走过去 喂 贺准伸手推了一下女人 女人猛地转过头来 两个血淋淋的眼眶 把贺准吓得连连后退 天神 天神 求你把眼睛还给我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女人惊慌失措地到处乱摸 可她的两个眼珠子 分明还通过一条血淋淋的肉连在她的眼眶里 随着女人到处乱摸 两只眼珠子也到处甩 吓得贺准腿都发软了 救命 救命啊 楚软软急不上前 拿出一张符纸 钉在女人眉心处 女人瞬间安静下来 一缕黑气从她头顶飘出 下一秒 女人就昏迷了 贺准好不容易才缓过神来 可身体依旧颤抖着 她这是怎么了 中邪了 这眼睛恐怕也是她自己挖的 楚其醋没到 是 什么 自己挖的 那老马呢 贺准急忙到 正说着 一个人从石像后面探出头来 贺对 那人正是老马 见老马没事 贺准快步走上前去 可大黑却先贺准一步扑了过去 啊 大黑一口咬住了老马的手 老马惨叫出声 葛寒凌甩了甩脑